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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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五个星期 什么都回到够了 都说真的 全身功力了 行就行 不行都没办法了 好了 大众胜利 一货重发习就只有几只马仕 买在九月尾曾经缺过一货 到现在才上阵 总共两货沙田杂开头都试得不好 然后上了重发 试两货杂 一几只马试 其实就没什么参考性的 因为里面那只都是什么红酒之星 不知什么 都不聪明的马 名字都不是容易醒起的 那他本身在香港试了两个杂 尤其是第二个杂不行 那就跟着回去重发 红酒之宝 不是智星 都是那些 那接着就回来 再跳几货 接着六个王者骑兵 十月初之前也是缺过货 有没有很急的 早上很多事件 其实他不放松 即使上了重发 通常很多马上了重发 环境不同就放松些 但是他上了重发都不放松 这货杂起步就包了尾 直路他又有点撒一下 其实都不是试得好 我有时觉得他的腰很硬 好 再看看王者骑兵 即使极速奔驰 刚刚跑完那只 他也是一样很急 其实看试集 你要看前中段 看最后直路 不行 七路就是魅力仔 其实前脚出脚都不是很顺 上一只内栏一档 省了 有些奖金 都不是充得很好 好 接着听试集 文家梁几只都在前面 清幅 这幅有眼罩 那些建策学员 敬德鱼 也有眼罩 常山奇寶 我说了就是 不是很强的那些试集 但是这一只马 清幅 他过往 不会休息这么久 出来休息 我还没说很认真去查 究竟他报名做后备 怎样出不了 还是怎样 但是团租了很多体力 来迎战这一场马 拍跳舞眼罩 被人追 他的马都主动用对手 再看8号的敬德鱼 刚才看了 霍士杂都算是可以 虽然是弱着那些杂 但如果你近镜去看 色水 体态 他都不是很漂亮 有少少钓套 即是他不够撞 这只马 很用力的 就是有形星 通常都有前面 有马戴 防山眼罩 扎尼 就是似着圣在后山 不过根本不懂放松 用力去跑 接着就保诚 11号 你看这马出脚 从来都不喜欢出脚 他又比较小 又不够肌肉 拐下拐下 经常可以出脚 红山那只 红尊勇士 试过跳完第二伙 之后血液不正常 那就重发头 都没所谓 这些马可能你跑头好过 那他现在做回齐夜 试过大杂 回到香港 星期一出大圈 就算草来跑 现在数着大家 哪些缺点少一点 我觉得他有体力 没有问题 这些马 是啊 我都是这样想到的 虽然他五班 叫做千 即是五班千四上名 现在跑死那班宿程 至少真的休息了一轮 他体态 够结实 刚才试过杂 速度都挺好的 好 那就看后臂 这只性感 那说真的 我都觉得他 就算他今季 有些跑近过 我觉得他的状态 都不是说那麽特別 进展又不大 是维持着那麽上下 没有突破 加州更好 比较多 很久没有见过他那麽聚手 第二又比 有些火气 都是好事 这只马 都考起人的 这些赛事拆三组 这些四班 马功臣 其实这个路程 他赢了三次 讲能力 他是最能力的 但是上次喘名 喘不喘 我不知道 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不喘当然有机会 早上看他拍跳 又好做到足 喘不喘 没得计 其他那些马 洪尊勇士 有时也讲过 可能五班千四的职 就是田祖千四的职 搬上来四班谷祖千年 或者是够用 甚至敬德宇那些 我觉得他不合理的 七八成马 不过有时 初出的马 稍有能力 在四班也够用 就是斗缺点少些 其实 胜利在手 有那些慧染 那些这样 不知敬德手 都有喘名 马功臣 喘名 因为我记得他八月的时候 跳已经用过呼吸机 今次赛前 跳第一货已经用了 右赤 赢 贏 没有事 或者你觉得天气稳定 没有事 那可能会好些 那些天气 如果动来动去 或者真的反复些 那可能会差些 我估计就是这样 但是就全身功力了 那么多马 都好像论论进进 那样 博尺五初出 外地试过一个大集 大众胜利 去了重化再试 那我觉得这马 都OK 因为看不透 那些马根本就看透 还有一只魅力仔 暂时就看不透了 那我觉得这两只 我会先看一点 或者临场再跟 那这组赛事 都有初出马 看看血统底势 大众胜利的肺 是deep field 遥远升空 那这组赛马 今季成绩相当好 梦想成金 加州得逊 躺躺幸运 幸运传奇显心星 都很多马赢过马 最近用多些初出的楚霸王 知道再胜赢了马 那这组赛马 暂时来到香港 比较新一点 第二季 似乎长力有限 跑短途 跑早熟 应该就是这样 那这些大众胜利的武器 曾经在澳洲赢了一场千米赛事 无线家族的成员 原来很多是欧洲马 在英国 或者在欧洲其他地方 跑的中距离赛比较好些 但是大部分的马 初期跑短途够速度 所以看了父母两舌 大中胜利的看似短途马多 纵使无线家族 有些中距离的强力也好 但是由于基于遥远升空的关系 所以看来暂时 短途赛比较好些 而且不会太过磁熟 应该都很快有成绩交出来的马 罗夫全马房的初出马 近期表现相当好 上季一出即胜马 只有1匹 梦想成金 今季已经有2匹初出即胜马 大众开心和健康愉快 而初出上到名的马位 很多 4匹 它们就是 旗次辉煌 逍遥区 明月生辉 和快快有 净德鱼的富汇尼康尼 利阔来 这些马香港 近季表现都挺好的 今季就净骁洒赢过马 另外信伊堡 连连欢乐 创科先锋都上过名的 这些马 其实今季似乎来得比较慢一点 但是之前那些 很多马来到香港 很快就赢到马 背脊祖熟 和这些马 整体说 都是跑短途比较好些 至于比武系 曾经在美国 赢过8场赛事 由900米赢到1700米 全部都是赢例地赛的 两岁的时候 已经赢过3场头马 表列赛也赢过不止一项 保线家族其他成员 大部分都是美国马 跑短途 跑到中距离赛 很多速度都很好 而且泥地赛性能也相当好 所以看了负母两线 一部勁德鱼 除了一些比较早熟的短途马之外 泥地赛的性能 应该都挺好的 因为整个保线家族的马 都是美国泥地马的族群 文家梁马房的初出马 近季表现一般 不过今季有些进步 上季没有一出即性马 初出上到名的马 就有无敌勇士 和低豪精彩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有一匹初出即性马 就是必长胜 而初出上到名的马 都有 做好运保马